苏莉雅伯是同志社委员这边电视台的主播 台北市长柯文哲特别身穿排湾族传统服饰 颁赠台北市圆明会22位委员聘书 台北市圆明会4月1号举办第10届第一次委员会 共邀请16族群委员代表 不过由于港南港南部族未有族人登记台北市户籍 因此从圈 另外也邀请7位由法律社会劳工政策 两性研究等专业背景者担任委员 专家学者有的就产业经济的 设计产业的性别阶级的 大概全部有23个族群委员 所以考虑的除了他的专业以外 那我们邀请的都是 老中青传承的那个考虑是有被设计进来的 像是曾经担任台北市劳工局长的颜祥阮 还有关注原住民族议题的政大副教授王曾勇 透过他们的专业一同推动台北市原住民族政策 这一次担任这个委员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台北市的原住民社会福利很完整 但是这边还有不足的地方是 接受社会福利的原住民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要能够认同他的族群 所以我觉得族群的负贞 文化负贞 还有社会福利的协助必须要同时进入 我做的其实是谈族群跟性别的关系 然后在就业的议题 所以我希望可以在原民会的这个原民委员里面 可以帮助或协助原住民的妇女在就业这块 可以有比较多的帮忙 而且还真正就是可以经济安全生活着 这次族群委员专业领域多元 除了文化教育大众传播 还有社会工作劳工就业等多元面向 原民会希望有突破创新打造最好的台北原住民族施政蓝图 就此不散岛秀台北市采访不到